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唤起儿时最美好的回忆 乐山古城加州是一座被温暖所包围的城市 有道是加州多古镇苏基属翘楚 静静流淌的峨眉河从镇中穿过 把古镇一分为二 一座古老的漫水石桥连接两岸 见证了苏基古镇千年的岁月沧桑 苏基生活慢 一杯茶就是一整天 而住在苏基 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嘈杂 里边却是暖暖的人情 苏基古镇是乐山市市中区 一个有名的千年古镇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汇集了 繁华与热闹的市井之乡 苏基古镇的有名 离不开当地的人文风情和丰富的物产 还有享誉八方的美食 所以来到这里必不可少的 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翘脚牛肉 和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小食 苏基米花糖 苏基米花糖 花生糖 冬瓜糖 桃片糕 热豆糕 芝麻糕 丝丝糕 油果子 买苏基米花糖 花生糖 冬瓜糖 桃片糕 绿豆糕 芝麻糕 丝丝糕 油果子 每当这阵阵熟悉又熟练的叫卖声 在走街串巷中响起 不仅勾起了人们一瓶美味的欲望 更唤醒了乐山人心底的记忆 米花糖 一种曾经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的儿童零食 古称古花 产生于明代崇祯年间 具有香甜酥脆的特色 由于苏基独特的地理位置 是各方物质集散地 大量物产在此处周转 当地人便用稻米 蔗糖 猪边油制作古花 慢慢的 古花就成了当地人 茶余饭后 闲谈所谓的小零食 或是走亲访友 及生意人外出必备的干粮 久而久之 古花制作成为了当地非常发达的产业 古花制作成为了当地非常发达的产业 这个新品味道还酷一层 这个 有吃过的 我们是国际图层层层层层的 就是从小就喜欢吃米花糖 就是苏基米花糖呢 就是有香有酥有脆 口感又好 过来说 就是虽然我不是苏基本地人 但是我觉得米花糖呢 还是味道很不错 现在就是口味也蛮多了 苏基镇上游客南来北往 米花糖的香味 总会留住他们的脚步 苏基米花糖的故事呢 我们要从苏基古镇上 第一家米花糖店说起 苏基米花糖素有加州一绝的美城 二十世纪初 张吉武将米花糖制作技艺 带到市中区苏基镇 开了第一家生产古花糖的小作坊 当时我们爸爸就是 在解放切的时候 就是 当年五十串 在解放切的时候 就出去这个米花糖 然后本来开始改革开放 然后我们老祖 就叫他们爸爸 把这个东西集成下去 就说租下去 然后就本来开始做这个米花糖 就一直做到一些的 因为当时 一切这个米花糖不叫香油米花糖 叫古花 然后是我们爸爸 我们老祖 然后把这个米花糖加起的 芝麻花生 酒那个就是 猪油 去说白油那种 加起你过后就把它改为 出香油米花糖 一切叫古花 不叫米花糖 这是我们老祖 重新分明的这个香油米花糖 作为 张吉武米花糖第四代传承人 他从15岁起开始跟着父母 学习米花糖的制作 时至今日 张吉武米花糖在他的大领下 由传统的家庭作坊 逐步发展成为一家 远近闻名的食品加工生产企业 从1901年代 已经是120年代了 解放切到卸载 一直都是接受到这个收工制作 收工制作 制作出来的米花糖要香一点 要酥脆香 自己和这个机器制作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传统的苏鸡米花糖制作方式可谓繁琐 但每个环节都体现了人们 对这种食品的细腻用心 结合苏鸡当地的地域特点 苏鸡米花糖有了鲜明的特色 首先就是石令 制作米花糖最主要的原料是樱米 它是糯米的一种加工物 制作樱米一般在气温较低的冬春天 一般就是原料只有两季 就是春季和冬季 春季和冬季 秋季不行 秋季都不得行 秋季上秋不行 下秋可以 下秋要是两块的 上秋要是这样一点 质地洁白颗粒饱满的糯米 需头一天傍晚浸泡 第二天一早上 镇子蒸熟 木针自有木质清香 与糯米香混合一体 香味独特 蒸熟后的糯米 转移到波及上 均匀瘫薄 放在通风避雨的地方 糯米要自然阴干两三天 等干质完全不粘手了 就可以将糯米团搓散 熟练的手法和力道 米饭变成了颗粒状 原粒的米饭慢慢过筛 结块的小饭团则用机器打散 最后将粒粒分明的米饭 继继续摊鱼院子中 进行自然的干燥 每天早上端出来 傍晚收回 中间还要分时翻动 让米粒干燥得更均匀 并且要绝对避免淋雨 整个英米的制作 需要一至两周 直到整颗米完全干透 看起来跟生米无二 才算成功 做好的英米 还需要过一遍糖水 这样加工后的浅黄色英米 可以放置半年以上 随用随取 制作米花汤成品之前 先要将英米进行膨化 也就是炒米花 这一步至为关键 它直接影响着米花汤的口感 传统的技巧 是用一种导热性好的河沙 先用植物油 炒匀润透 烧至轻微起烟 倒入英米 然后快速大幅度地推搅 以控制英米受热的温度 等米粒膨胀到一定程度 马上盛起来 筛掉河沙 这个过程必须眼明手快 没有多年的操作经验 是很难驾驭的 这个河沙 这个河沙草苗的好处是 炒出来喷后出来比较均匀 色香味比较好 卡吉吉就是枯米比较均匀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一直用这个 一半多年都用这个 这个河沙来炒这个草米 蓬化的米花还要过一遍筛 这是一轮严格的筛选 只有颗粒饱满 火候恰当的米花 才能获得被送进米花糖 成品制作车间的机会 从一米到炒米 一块香酥脆爽的米花糖 需要经过十几道工艺 传统的制作工艺 才能保留住我们米花糖的香甜 为了保证苏鸡米花糖的 口感风味特征 有两样宝贝不可过缺 那就是外皮带有纹路的 本地花生和黑白芝麻 它们都是苏鸡米花糖 非常重要的材料 而在原材料品质的把控上 传承人张小群 力求精益求精 丝毫马虎不得 今天花生倒没有 倒了 倒倒了 倒了 不太啊 今天这个花鸡怎么样 这配着和上配不一样 这些就不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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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里面还有这些枣子 在一头 我还是水就这样 我放了 要有小枯子在一头 不得行 要给它输一口 它都退回去 不要再下来 我们不能抹皮 还是要保持质量 不要再给它打掉 我们的质量一定要保护 我要这一小就在这一头 今天菜刀的不是一斤药品 我上一口 芝麻还可以 但是你还要收回的时候要更阳 不更阳就不要退回 芝麻要饱满 一身 吃起药有点香味才行 好 要做这个酒饼你看 看了 还可以 要趁这个贴气 好多蒸一点起来 不然贴气不好 就蒸不起来了 辅料中还有两样必不可少的东西 猪油和麦芽糖 张景武米花糖四代传承 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坚持 就是从英米到这两样辅料 全自己制作 从不假手于人 猪油是用新鲜的板油炼制 麦芽糖则是自制作的 自己发的麦芽 和糯米饭发酵之后 绿渣现熬现用 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制作出心 和理念坚守至今 当一块香甜酥脆的米花糖 呈现在食客面前时 才被更加赋予了真情和实意 接下来就到炒制米花糖的时候 炒糖师傅将麦芽糖和猪油 混合炒出糖油 首先是要吃到酥脆香出来 今天在熬糖的当中 不能够糊 不要倒了 要妈妈妈妈妈熬出来 整熬出来的东西才是酥脆香 米花和花生米要按一定的比例混合 等糖油烧制成虎货色 倒入烘好的米花和花生米 快速翻炒 一直炒至米花均匀裹上糖油 就可以出锅了 此时 米花糖的香味 就像积攒了许久的能量 顿时爆发 并迅速散不开来 空气中弥漫着混合香气 阴晕着整个制作车间 暗床上铺好炒熟的黑芝麻 倒入米花迅速摊开 再撒上熟的白芝麻 用轴壮的擀面杖 擀得平成紧实 出锅后的米花糖 一冷却就会定型 所以这一步必须争分夺秒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最后用木齿控制宽度 横竖切分 米花糖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苏鸡香油米花糖 吃得出这个没有糖的香味出来 吃得出这个清香清香的味道 而且是吃得出来那个 切骨炒出来的切骨味道 吃得出来 苏鸡香油米花糖做工考究 采用全手工制作 从糯米饭到米花糖 传统的工艺给小小的一粒米 带来了神奇的蜕变 也给了我们一味简单而又美好的口感 由香浓郁 松脆化渣 香甜可口 回味持久 接受这个就是 刷成小小的东西 把所有的手工 手工东西 所有的东西 全部刷成小小 不用一点机械化的东西 因为现在的手工东西太大糟了 不好糟 从张晓群接受开始 这份苏鸡人从小吃到大的小零食 变得不再简单 小很享受 不再简单 带不再简单 这份苏鸡人 也盛高 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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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动了米花糖的品质提升 如何创新品种和延长产业链 成为了米花糖制作者 乃至企业发展的关键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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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席之地 经过多年的打造 苏吉香油米花糖成为了苏吉镇特有的饮食名片 是苏吉乃至《苏吉乃至乐山饮食业的一面金字招牌 改革开放以来》 苏吉香油米花糖生产商迅速增加并发展壮大 张吉五牌 苏吉五牌 苏吉排 苏吉排 苏吉米花糖品牌企业 在竞争辱中并存 为苏吉祥带来了极好的经济效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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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